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田慧宇有一次去新疆 我新疆的一个朋友说田慧宇要来了 那时候王岐山还在海南 还没有到中央呢 但是王岐山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会进中央的 这是2002年的时候 就是刚加入WTO 中国还没有这些所谓的富豪 也没有那么有钱的时候 还不是移动什么几百亿几十亿的时候 跟今天完全两回事说 我那个哥们说 七哥我跟着准备好弄了几块玉 和田玉准备了几个处女 你说老田会不会很满意 我想让老田给王岐山说说 他把我调海南去 田慧宇说了 王岐山肯定进中央 进局了 在进局以前跟他搞好关系 最后是田慧宇本来要得待三天 结果多待了一天 田慧宇把处女都收了 都解决了 都变成妇女了 但是和田玉一块没有 告诉他说你留着吧 我这有的事 我也没地方放 然后呢就在到机场的时候 当时新疆管金融的某个官 他说官爷要调的事情 不用老爷子说话 我帮你调 这个人最后调到了人民银行 还有各大银行 好几个银行去 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官 还在任呢 现在还在任呢 还没被抓呢 田慧宇被抓 他都没抓 田慧宇当时 给那拳头大的和田玉 他都不要 见田慧宇田国立 那都是绝对康点 那是毕恭毕敬 我抱那个海航在纽扎西 那个大豪宅 陈锋的 在他家旁边也有一个房子 纽扎西当时也是很值钱的了 1200万美元好像 我有一次 我就跟一个田慧宇 旁边特近的人 我说你来你住哪啊 他说没事 我住在朋友家 我说有方便是什么 不方便还是不跟我说 还是咋回事啊 老是从纽扎西往这来 到麦哈顿那时候跟我见面 那时候我在麦哈顿没房子 我都是住四季酒店 他老给我来见面 这个人借了个房子 就是陈锋那个豪宅的旁边一栋房子 结果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 把我吓晕了 他说小田这个人不简单 我到纽约这地方来 我很多朋友的孩子 带着个美国读书 小田一个安排 给我们这房子 都是1000多万美元房子 让我们住 住吧 啥都不用管啊 那时候王金山 田慧宇还买李源潮的账呢 给李源潮的家里孩子一上学 就是当时纽扎西的十大豪宅之一 你说田慧宇 那个钱了 女人了 去趟新疆 就把处女变成妇女 和田玉都不要 这是2002年 你想想 今天你能查多少钱 不会超过一个亿 一个亿在2002年的田慧宇眼里边 和十几年前 王岐山进了北京城 当了国务院副总理 进了中纪委 把一根毛 都是几个亿 田慧宇在招商银行 他使个眼神 那都是几个亿 家里面和转换 小家里面和转换